每一种不同年纪的人都有他们的爱好 他们喜欢的对象 而且如果说交朋友的话呢 那当然没有年纪的分别 那当然啊 有的时候会碰到一些忘年之交啊 对不对 像你来到台湾有没有什么一些 在台湾的朋友是蛮多 而且对我蛮好的 我从小就有一个幻想 如果有一天在任何一个地方 给我碰到一个外星人那就好了 结果在台北就碰到许孝顺了 还有这个外星人是什么 你把许孝顺当外星人 后来证明我是错的 我台湾的另外一个朋友跟我说 他不是外星人 他是一个马桶 那我就想到 原来外星人也会用马桶 原来外星人长得跟马桶一样 许孝顺脸有点像卡通影片 石缸怪羊 想不到温兆伦这个龟宗蜜 许孝顺跟你谈得很好 这就是外星人 这就是外星人 今日到位之后